到行部佛法的时候 要修诸佛菩萨心咒的护轮 百字明也有护轮 孔雀明王也有护轮 观音菩萨也有护轮 所有的诸佛菩萨的心咒都是护轮 护是保护 轮是一个求行的 三百六十度的一个圆体 为什么要修这个护轮 我们人的心部是一个明点 这个叫不死的明点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 这个不死的明点是 父母未生你前在法界的一个 就是一个实相的法界物 就是一个不生不灭不够不尽的 一个法体 后来染了父和母的DNA之后 然后因为量子的纠缠 你才有了六道身 这就是六道众生都是以DNA 作为基因密码 而成就了各自的不同的色身 六道众生都有色身 只是有些可见 有些不可见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我们怎么样在此生 能够摆脱无始节生死轮怀 或者是八世父母 给我们带来的DNA的纠缠 诸佛菩萨 那么你如果能够将诸佛菩萨的心咒护能 护到自己的明点 不死明点外围 做了一层金刚解界 护持自己的不死明点 不受外在的DNA纠缠 所有的这个业力网的缠缠 那么在我们此生结束的时候 这个护轮就可以护着你 不入这个六道轮回 不只是不去三合道 我们就可以什么 做一个不死的解脱 因为你杜绝了死的纠缠 那么你就用这个护轮护入自己 祈求本尊的加持 然后你就解脱了 这个叫中阴理的解脱密法 这是到情部 已经开始要用诸佛菩萨的心咒 种子字和心咒入心 护持自己的不死明点 然后什么时间护持 你活着的时候不停地熏羞 你不停地熏羞 这是持咒要入心 入哪个心 入你那个不死明点心 不是入你的大脑 说我想送咒 我就在送咒 你送的空网 喊破喉咙也网言 因为你没有入心 因为你不知道心在哪里 我们的心在哪里 心近虚空变法界 到处都是 没有一个地方 不在内不在外 也在内也在外 那在这种前提下 我们怎么能够修这个心呢 你抓捞不着啊 到处都是你拿哪一个 就像空气一样 你抓捞不着 是不是这个古圣先贤都告诉我们 既然抓不着 我们就安个心 借甲修真 甲立个心 甲立这个心 立在哪里 很简单 为天地立个心 为生明这个请命 为天地立心 立在哪里 既然你要立 就以你为中心的去立 但立在你的身体 如果立偏了 立在太上了不行 立在太下了不行 立在太前了不行 立在太后了不行 太左太右也不行 所以我们就找一个身体内的中 去安立 这就是中道性 这就是所有的祖师们 教给我们的 先安立中道 叫黄中 叫礼中 所以是在中道里面 安立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正中征 在哪里 在胸膏膜下面 体位的中间 有一个中空一点 刚好那个地方 就是中央点 中央点 不前也不后 不上也不下 在我们人体内是个中 在我们的内天地里面是个中 那么自然 外天地 近虚空变法界 就变成了个中 说修行人要知道 神宇宙的中心在哪里 宇宙的中间 就在这个明点里面 就在你的 安立的这个心里面 说我们在密法解界的时候 是以自己的肉身 左右前后来定东西南北 而不是以地球磁场的东西南北 来解界定位 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在虚空里面解界 不是在地球磁场里面解界 这就是密法的出生 已经突破了地心的引力 突破了太阳系的舒服 银河系的舒服 那这就是什么 大家要安立心护轮的时候 是要在自己的黄庭 不死明点 那个外层解护轮 护住自己的心明点 不死明点 不动明亡 不受任何食宿的 还有过去式的 业力网的缠附 使他做金刚护轮 所以大家要关护轮 这是刑部佛法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